至於說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在今天下午 來到嘉義縣的選前造勢會 您看到現場這樣的一個氣勢跟人潮 兩萬多名的支持群眾 那麼賴清德 俠帶著高人氣要催出高得票率 賴清德局棋黨內 兩位立委候選人的首相 選民請託敗票 民進黨傳統票倉 嘉義縣湧入兩萬名群眾 支持賴消沛 賴清德一再強調 延續蔡英文八年執政方向 未來也將帶領台灣人 持續走在民主的道路上 加建設計畫 想要每一個管制兵行來發展 賴清德也提出警訊 一旦綠營在國會無法過半 立法院門戶洞開 護國神山的科技產業將受到衝擊 國防也可能因此失守 現主席民進黨過半 只有一個馬文君而已 馬文君憲宅只有一個 如果民進黨沒有過半 國民黨民眾黨 政策國會 未來會計算很多馬文君 會不會 會喔 選前最後一週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從南部出發 挾著選民的高支持 充斥選情一路北上回防 記者CNG小組嘉義報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拜拜